老鸭有些人用煲 有些人用鑊 我的方法是用鑊 為何你不用鑊 讓我一邊煮一邊解釋給你聽 Hello 歡迎來到GoJob 6 我是陳小魚 我準備幾隻鴨 大概兩公斤重 首先準備定枝粗鹽 洗的時候有幾個地方需要注意 第一個部位要洗乾淨的 就是它的鴨嘴 灑些粗鹽下去搓勻它 第二個需要洗乾淨的部位 就是鴨嘴 多擦幾下 這個部位真的很髒 剪走一些酒 然後用粗鹽搓勻整個鴨身 鴨嘴的部位也沒有放過 慢慢擦 擦乾淨一點 這兩塊鴨油不要的 撕走它 擦乾淨 擦乾淨 鴨尾部位要把它切走 這個部位味道很重 一定要洗乾淨 鴨翅 鴨翅將它向上咬 將它定型 煮的時候不會到處走 我會開一鍋煮水 搓一搓一搓一搓 用來搓走 層樓在鴨身上的鴨 搓完之後 就把它吊起狼杆 如果不掛起 就放入冰箱 都沒有問題 搓完水之後 剩下鴨毛 就會比較明顯 檢查鴨尾 鴨翅之間的部位 確保鴨皮已經夠乾 這次我用這個牌子的優等醬油 他們讓醬油的手藝 被列入新加坡非物質文化為產 多數新加坡人都會用這個牌子做老鴨 兩湯匙醬油 一湯匙五香粉 和一茶匙南薑粉 然後把它擦均成一隻鴨 放入冰箱裡也要茶 放入冰箱醃過夜 不過夜的話 至少都要醃4小時 爐之前我們準備其他香料 一塊手裝這麼大的南薑 拿去洗乾淨 不用剔皮 然後把它切厚片 它不像普通的薑 它會比較硬 切的時候要小心點 蒜頭也要拿去洗乾淨 我的食譜是用冰糖和椰糖 這兩種糖 比例是1比1 用冰糖就比上色的時候亮一點 椰糖的話就會比較香一點 兩者混在一起就完美了 其他香料包括 桂皮 八角 丁香 芫荽籽 和黑胡椒 還有草果和甘草 有些人不用這兩種就用一塊沉皮 先調好一間要用的調味料 三湯匙 優等醬油 一湯匙豉油 還有一茶匙五香粉 在冰箱拿出來的鴨 需要攤到它室溫才可以煮 煮之前 塞幾片南薑和蒜頭 進去鴨的肚子裡 放一湯匙油 拿來溶一下糖 用中小火慢慢炒 炒到糖完全融為止 就可以放南薑蒜頭和香料 除了草果和甘草 遲些才放 用小火慢慢炒 炒到你聞到香料散發香味 就可以放剛才調好的五香豉油醬汁 只需要炒半分鐘 現在放之前留起 蘆過很多次的蘆汁 用這個做蘆蛋的話 蘆出來的蘆汁就是香醇的 又可以買現成的蘆水蛋 不要的話也有辦法 可以用清水代替 而剛才五香粉豉油醬汁的份量 就要用三倍 將它倒入鍋裡 兩公升的蘆蛋加四公升的滾水 比例是一比二 再次將它滾起 滾起之後 就下甘草和草果 下草果之前 先敲開它 隻鴨就鴨胸向下慢慢放下去 我的鍋也不算很大 直徑24-3-20cm 然後慢慢放下一隻兩公斤的鴨 因為我的蘆水蛋本身有些鹹味 所以我就加一茶匙的鹽 如果你覺得不夠鹹 就自己加多一點 不用蓋蓋 用中洗火煮它半小時 接著就反轉再煮多半小時 看看鴨腿已經縮起來 已經夠熟了 否則就用竹籤刮一下 沒有血水出來就是熟了 隻鴨要攤冷才可以斬 接著就流走渣 放些豆干和蛋下去煮 待會拿來做配菜 煮大概15分鐘已經足夠 好 隻鴨已經攤冷 老公 幫我斬開隻鴨 你這樣看著我斬鴨很大壓力 不如你跟觀眾說一下 為什麼用鍋不用鍋 整隻鴨浸在爐汁裡面可以慢慢煮 加熱和上色都能夠很均勻 而用鍋的話 鍋貼在鍋底的地方太受熱 容易太熟 有些地方想色又一般 但是用鍋前也要量一下 鍋不夠大的話 就不可以用這個方法 切完開餐 等等 這個鴨鴨一定要配潮州辣椒蒜汁 一湯匙白醋 半湯匙糖 它們的比例是2比1 半茶匙鹽 攪溶它 還有半湯匙蒜蓉 還有少許紅辣椒 它酸酸的又有少許辣 剛剛好平衡到這個露水味 很開胃的 再撈起一碗爐汁 然後用生粉水煮結它 哇 看看多漂亮 肉汁多汁 再配上調了辣椒蒜汁 根直就是完美 剩下的爐汁當然不會掉 滾起它 攤冷 然後放入冰箱 我下期就會拿它來煮 並拿麵 想知道怎麼煮 訂閱我的頻道 一想片就會通知你 那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